当我假装要和女友求婚 来电话了 小月策划师 那个没事没事 我上个名字机 然后你先看你 你好程先生吗 对小月师傅 程先生您一定的玫瑰花和求婚场地 已经准备好了 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来呀 你稍微等一下 你干嘛呢在这 我看你是不是没纸了 没纸了是 行那我没事你继续你继续 哎月师傅咱继续说来 夏儿你收拾好没 一会儿电影开始了 早会儿 陪会嘛 不你你就看个电影 随便穿这得了呗 你挑一床干啥呀 那我必须得挑点最好的 你会不会不得录像啊 谁录像啊录啥呀 啊就我那个行上学前面拍照了吗 我今天一会儿都拍这张照片 就瞧瞧就能够 哎你可别挑了 我给你挑吧 你这一会儿电影都开了 你就穿这个 情侣装 这也太酷了 都是小熊 而且还一闪一闪的呢 是啊 你说咱俩又穿这情侣装出门 整条街上的人是不是都得看咱俩 这一块真挺有意思呢 啊这是13的Mustle家的 就我总用那个德物上买的 这不马上618了吗 评论区活动都贼多 那咱俩拿回去吧 走吧 走吧 师傅 瞅你今天这么开心呢 那你看电影你不开心的 哈哈 哎 你这不看电影 你这看啥呢 我问你啊 你耍没耍耳朵那种求婚的视频 啥视频啊 电影放着放着 突然间就插过一段求婚的视频 然后一片人就拿着花 就宽宽地走过来 你怎么办呢 你啥肉过呢 没耍耳朵 没耍耳朵 咋可能呢 我都啥肉过 哈哈 看电影呗 走啊 走啊 啊 这电影都放完了 你不走干啥呀 行啊 走吧 走吧 这磨磨蹭蹭干啥呢 走啊 这就回去了 直到到家门口了 不回去干啥呀 那就没有别的啥事了 还有啥事啊 你不会以为我跟你求婚啊 所以你今天就耍我没耍耳朵 谁心爱你求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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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